現在的T1英雄嘛 不是賽勒斯就是二殺斯 然後我看一下 Hazman的角色的話 他其實在前面是選擇用關去打上一把比賽喔 好久不見啊 就是 呃...PSG不要了 那時候 我就有講 你就說他不錯是不是 我覺得他其實不錯 只是被中路拖累你知道嗎 那個既視感 很強 被拖累就對了 被拖累 借我300塊嗎 這個 這個左邊選成這樣 輸不了吧 打架的話 輸不了吧 就看SGB這場發揮怎麼樣 我覺得輸不了耶 依澤瑞也是我們提到過的 貪肯齊 不是他很寒耶 很寒式體系 我以為你說這個輔助很寒 你可我把AD保進去啊 很寒式體系 是 不是我在想會不會是 那個給上路Hazman打藥 然後 Yudia你就衝 我給你打藥你就上 為了愛歐尼亞 奶奶總說 然後消失了 結果是要來夾兵J嗎 兵J丟了個煙霧彈 另外邊Tucky是 看到Dev交了閃線之後 還是把他給夾回來 Dev馬上也是跟了閃喔 那中路對線是不是結束 對 結束了 我剛剛看他兩等被那樣捅 這個問題 他是插在盾上 所以沒有斷 但是他現在是被控線 哎呀要不要交踢不交踢 他沒有踢啊 他換了鬼步啦 哎呀對耶 他是鬼步 然後鬼步才換 才要用換的 他開鬼步跑了 他開鬼步違憲了 很有想法 怎麼樣 我這鬼步跟TP一樣 跟不上我的速度了嗎 哈哈 基本上出盾弓就不會認賣配 對啊 我上半區打起來了 怎麼回來之後 這個仙魔大戰 part 2出來 鋪了一個見證 Hazman有點危險 被Kindranus Q3給砍死 哎 沒有大還想打 那還是要打得很感性呢 SGP打得是很感性的 想玩走 結果剛好是被什麼 政權擊飛 但因為空殺防臂 這交傳線 直接逃走 這葛雷夫就是什麼 我先肥 再跟著大家一起肥 共肥 大家一起肥 一起肥 一共一起肥起來 這樣子比較好 合理啊合理啊 你看直接往上賺錢 Hazman剛剛被砍了 我再救一下 來囉 兵隊這裡是想越塔 扛了兩下 兵沒進去 兵沒進去 兵沒進去就有點尷尬了 如果預示者撞了 對不對 還可以嘗試看看 結果這個沒有就沒有了 大換大換 想打嗎 這把這波是沒有閃現的 但有大絕 直接把Froggy推到了塔下 吃了治癒之後 還被殺皮給擦死 另外被兵隊是 腳閃 也沒有射擊才拿回這個人頭 可惜 九翰往上看 結果是 Kingdom這裡 二少爺先開砍了 Hazman撲了個劍陣 撲到也是九翰身上 帶一個鬼靈珠拍過來 完蛋 劍仙直接倒地 成仙了 但另外一邊 兵隊趕過來慢了 就DRX這一波是 看著SGP到處亂跑 然後 DAV抓到的是 Sogun的位置 這裡被推了一下嗎 沒有 Sogun是反向一個大絕 慢慢扣 因為右邊選的是那個啊 他選這個東西啊 對 右邊是獨女 瑞納達 上路打起來了 剛剛有個Froggy的閃現 這一波是被空槽給推了一下 約莉亞已經瞬間被放倒 還有什麼沒了 叫做閃現還是死掉 他選這個瑞納達 一直瑞爾一點壓力都沒有 所以他帶個TP打線 他就 多多給一個 下半去 二殺是準備要開砍嗎 先往前砍了一刀 先把兵隊的這個盾攻給砍出來 小龍回頭 瑞納達的夾子夾了一下 左邊有一個TP 準備要夾攻 這是一波DRX的晉級 把SGP給砍囉 砍了下來 8比Q啦 但左邊還有一個 ZEKA的 阿奇爾側中的殺兵 往前 兵隊也走不掉 在野區裡面慘遭殺兵的屠殺 沒有 說這個重點是 他那個時候3000分 就是玩這個Eazerray了 好 喔唷 要點死人啦 他這邊還閃現上去 要換阿 打了藥之後還是得倒的阿 就這個Eazerray的本人阿 幾乎是本人阿 是 哇 這個只能說 別吸太多 那個藥打了還是得死 前二邊Fraggy 抓到的是 探可奇還是探可奇 抓到的是Fraggy 來看一下Barrel 這一波是扛住對方兩個人的暴打 看了一個懷錶 趕快來支援 噴了一個泳裝 但是阿兵側動往前之後 兵隊已經被打出了 對海降臨 奧術衝擊 搭配著自己的大絕 往前 Juhai還可以繼續收割吧 沒有辦法綁住任何的人 那個樹海降臨 剛剛這個動畫摸到了 怎麼沒綁住 是 但剛剛的鬼靈之火拍出來 但沒有辦法綁住 旁邊有Hazeman趕進來 要來收頭 還有一個修根趕過來 抓到這個擊殺 但另外一邊Defn 也是盯上了這一隻AD 旁邊的修根是叫他閃現之後 拉著羽毛的倒勾 但正面的King Juhai也是砍了起來 抓大媽 是耶Froggy抓了一個永霜 但想走 差點被殺兵給插死 這個技能結束之後 可能還是要被殺兵給帶走 沒有差了一點點血 他回了一口 但旁邊有King Juhai趕過來 要來收頭 Taki被留在塔下 但現在King Juhai還可以回到隊友的身邊 Froggy從左邊繞過來 但Taki這裡已經被消耗得有點不舒服了 Froggy吃了一個Q 兩個Q 這次Froggy閃現想要來打人 但是一個正拳往前 直接被奧術衛先躲過 這邊真的是發瘋欸 哇這刷了一個金屬彈幕 要來壓塔喔 中路的塔可能SGP守不了 DRX是用蠶食精震的方式慢慢轉你線 但旁邊拍了一個鬼靈之握 拍了大絕 綁住的是對方Hazimut的上路 沒有辦法野河就是要發育啊 來看一下這邊想要來拚團了 SGP 但Juhai從旁邊走過來 隔翔要拍鬼靈之握了 因為他是閃綁綁了一個對方的大腿BJ 叫起來先走 但這邊Hazimut是考不出傷害 英靈準備灌進來 那灌起來又如何 究竟這邊是用狂風拉那個身位 所以拉了個有毛大光 終於把對方的狂彈給勾死 但現在看一下Froggy競展結束之後 就要倒在DRX的手中 另外邊Juhai是直接閃上去之後 推了一波大的 直接把SGP推到瓦解 看來 沒辦法 局聚了嗎 現在兵J 兵不想放棄要來斷兵線 兩隻遠程兵夠G了吧 夠G嗎 夠G啊 哇還兩T保兵 對啊 基本就夠G了啦 是 7TP保兩隻兵 太無情了 DRX你真的太無情了 當年原地TP輸了 現在原地TP要贏了 是 我們要恭喜DRX 在這一把比賽 擊敗的SGP 把他們的戰績再往前挺進一層 現在是兩勝零敗的成績 而SGP來到的是兩勝以外 我們會在一起 既然他的成績 遠地TP未現 會遊戲 和選擇 最新的 cred 天嶺 在一起 成績 聽成績 中立 by bwd6